好 那麼民進黨最近 這個所謂性騷擾事件 引起他相當大的矚目了 因為民進黨的副民主長 他原來是婦女部 後來升了副民主長 叫做許家田 他現在被停止了 因為他們有黨工被性騷擾 他去申訴 等於是申訴 沒有經過正式廣告申訴 先去口頭申訴 結果這個副民主長 當時的副民主長 就拷問受害的女子 所以有十大問題 因為在高速公路上 所以他就說 你想怎麼處理 你說 那你要怎樣 另外就是你當時不跳車 不跳車就好了嗎 他在車上就不會騷擾你 你怎麼沒有叫出來 因為車上還有其他人在睡覺 你一叫不到就醒了就知道了 你有證據嗎 你證據在什麼地方 然後 要不然之後 你如果說心裡覺得很郁門 你午休不是有一個小時嗎 民進黨黨部不是離華山很見門 到那個華山大草坪 然後練習大教 手牽手是手牽到自己手 從我們部門大教 喊到民主學院 都在那一帶 你就叫好了 叫好了就發洩掉了 然後要不然就黨內有信使奧爾城 你可以走 你就走程序 但是那時候我就不能幫你了 因為走程序我就要更表示 我是公正的 是中立的 我的態度比現在要更冷漠 你不要看我現在態度很冷漠對不對 我到時候會更冷漠 我必須要公正客觀 而且這個程序一啟動 大家都知道你被心騷擾了 我們黨部就這麼小 你名譽就會受到影響了 大家會想到是不是你勾引他 是不是你在車上怎麼樣 是不是你裙子穿太短 是不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你的名譽就會受損了 而且你要考慮到這些後果 你能承受嗎 然後你確定 你要我去講這件事嗎 我們婦女部就這麼幾個人 算一算 你知道是誰了 你就講了一些 大家都知道是你了 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 很多事情不能就這樣算了 但在民進黨發生性騷擾案 確實被算了 有民進黨女性黨工在臉書發文揭露 被主責專案攝影團隊的男導演姓騷 就在回乘車上 導演把她的頭靠上她的肩 讓她嚇傻了 但她在顛簸中藉故起身 沒想到對方寒暄 累了吧 看你很疲倦 接下來就息胸 姓騷擾對方 黨工笑到不行 情緒感到非常恐慌 與同事決定向主管報告此事 當時的婦女部主任 也就是現在的民進黨副秘書長許家田 聽完後冷冷的反問 所以你希望我做什麼 黨工說他以為是浮木 結果是更高駭浪 第二次面談 許家田更語出驚人的說 當下為何不跳車沒叫出來 還要他們午休去華山大草坪 手牽手練大叫 黨工與導演的對話也曝光 黨工還避免尷尬的說 抱歉讓導演手麻 導演回說怕吵醒他 對此民進黨31號深夜發聲明回應 1號一早臨時召開記者會 整個黨中央的通報機制 是否有所不足 該檢討就檢討 該認錯就認錯 許家田副秘書長 即刻停職接受調查 民進黨火速開閘 黨主席賴清德重申 姓騷林容忍 各界關心案件的受理過程 就我所知這件事情在黨內並沒有啟動任何的申訴調查程序 完全不知此事 也就是說吃案事實就擺在眼前 民進黨也宣布與這外包廠商終止合作 由調查小組進速調查提出處置報告 來 佩芬怎麼看 因為我自己其實以前也受過性騷擾 所以我看到我們的前同事這樣受到廠商 這個導演這樣子的性騷擾 我其實是非常非常氣憤 我覺得當時看目前就是透露出來的資訊 當時的主管確實在處置上 我覺得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現在就是我們的秘書長以及黨主席賴清德 他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其實也說得非常非常明確 就是說該檢討就要檢討 該認錯就要認錯 因為我覺得這其實已經是超越 這不是政治問題 這真的是一個性評的 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違反 尤其是我們內部的通報機制 就是當時就是沒有通報上來 照今天時任副秘書長林非凡的說法 是他當時知道這一件事情 可是他並沒有去深究說 背後為什麼沒有通報的 沒有啟動通報機制 我覺得像這一些就是緩緩結結 有些時候不是只看他的表面 就是當事人不通報 還是說當事人沒有通報 應該更深入去了解說 是什麼樣子發生事情是怎麼樣 以及他可能遇到困難障礙等等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席也有特別說 我們就是該面對要以身作則 然後拿出來我們就是 不應該轉身離開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當然現在就是對於 我知道對於受害人而言 真的是非常難受 那也真的是又再一次的 現在大家的關注 讓他再一次的可能 有可能造成更多傷害 但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勇於面對態度真的要拿出來 就是趕快補救 趕快該做的就要做 因為他有問當事人說 為什麼不跳車 所以網路上就灌爆 許家庭的臉書說 你示範給我們看 怎麼從高速上跳車 那很危險 怎麼跳 而且他們也承認說 沒有啟動調查的程序 楊惠柔是點名說 林非凡 你是副務次長 你怎麼監督 你怎麼可以讓這個事情 輕重輕輕的過去了 所以沒有走申訴 沒有走申訴的這個程序了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也說 林非凡也是加害主管 而且本來今天上午 民進黨一大早 就要舉行打侯友宜記者會 我現在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但是早上7點半宣布說 取消這個了 因為發生另外的事情 所以就今天上午戰不打侯了 來 藍軒怎麼看 對 我覺得這個事情 實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尤其這個所謂的 實質問 這個基本上來說 一直是在過程當中 我們台灣在談到 有關性貧 性騷擾 性侵害等等 最講到最糟糕的就是說 你會出發點 向來就會先去質問女性 哪些事情沒有做 我覺得他這個許家田 這位當時的主任 現在的副女長 他還是婦女部的主任 他到底對性貧最基本的 認識有沒有 今天如果說他自己被性侵 他會問這樣的話嗎 有沒有跳車 有沒有叫 我覺得這個已經可惡到某個程度 所以我覺得已經不只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怎麼處理 我就先倒推到 為什麼這個人 可以出任民進黨的婦女部主任 而且我看一下 他還不只是出任婦女部主任 他心裡什麼青年部主任 而且在林毅雄時期 就已經進到婦女部了 那麼一個沒有性貧觀念的 對於所謂的性騷擾 性侵害 那麼沒有自己該要有的 捍衛自己女性價值的 一個主張的人 竟然可以一路升官升官 待到婦女部 待到現在當副秘書長 然後爆開性情之後才被懲處 我覺得這實在太誇張了 你去看民進黨 民進黨過去從以前到現在 幾個事情真的讓人家非常憤怒 尤其我們跑新聞 跑了二十幾年 你說校園自主 你看到他們所任命的教育部長 教育部次長 然後李遠哲等等 去怎麼樣子在卡管案的時候 去壓抑校園民主 校園自主 你講到媒體自由 你看NCC 陳耀祥在這過程當中 因為鏡週刊的事情 鏡電視的事情 他如何的聽話 他如何的打算要去 順著長官的意志 這個上面的聖旨 所以要打算處理 讓這個鏡電視過關 所以你在講媒體的自由也好 你講這所謂校園民主主 都是當初民進黨主任民主 進步黨 他最主要的一個價值 然後性貧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婦女平等 有過程當中 多少這些社會運動 當初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跟這些社會運動者站在一起 結果你現在竟然這樣子的人 可以當婦女部的主任 陳耀祥可以當NCC的主委 然後你看李遠哲 可以管那麼多的事情 教育部的什麼政次 什麼部長 一個一個為了卡款案 到最後只好下台 我的意思是說 民進黨到底墮落到什麼程度 就是第二我要問的 就他們憑什麼找這些人 坐這個位置 基本上就已經是 喪失自己的價值 就已經墮落到極點了 回到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大家聽了後 不覺得很好玩嗎 跟剛剛我們在講到 這個美國釋放出 中國大陸的軍機 挑釁事件的影片一樣 它事情發生之後的 四天才公布 為什麼四天才公布 因為他現在要跟你算帳 說我要跟你這個 Ostin要跟這個李壽福見面 你不跟我見面 好 我就公布影片 顯示出來你有軍事威脅 所以你不只是經濟威脅 你還軍事威脅 所以這個對民進黨來說 也是一樣 去年九月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才公布 為什麼今天網路上面 大家炸鍋說 好像那個人選之人的劇情 人選之人的劇情是什麼 我剛剛看完 公正黨裡頭 就是因為發生了性騷擾事件 然後他們在過程中 反反覆覆討論 本來一路報導黨主席 女性的黨主席 他終究覺得不行 要站在女性的立場要捍衛 要決定調查到底 但後來旁邊幕僚跟他講說 不要選舉前處理 選後處理好不好 所以你看去年九月發生的時候 接下來就是年底的大選 所以不要選前處理好不好 選後再處理 你就選擇在立委 對先進是立委選舉 跟下一次中大選的中間來處理 反正就例下一次選舉 還有半年多 就例上次選舉已經過了 所以這個時間處理他最好 是不是這樣的政治考慮 所以我覺得對於民進黨來說 不只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本身這個人進到中央黨部去 民進黨在用黨政人士的過程當中 你多少的民主價值 已經喪失的無以復加 在這個事件處理當中 從上到下一個一個看起來 都知道 都去遮掩 林非凡說他成長 他知道 你不是一個學運世代 也是一個進步價值的主張者嗎 尤其站在男性的角度上面來說 你更應該去捍衛 女性的該要有的清白不是嗎 他也悶不吭聲 跟不一樣講說這位主任 所以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說 不單是價值輪算 還政治操作 我覺得之前非常非常糟糕 馬賴清德今天媒體 三度追問他 請問主席對性騷擾林容忍嗎 不回答 你怎麼看姓平事件 沒回答 黨工要怎麼調查三個問題 媒體是說他似乎都沒聽到一樣 直接離開 後來他說 對不起 讓你受傷的黨工 承受傷害與恐懼 楊宏偉 這個賴清德的反應 他後來他也有一個很文青事的 他就說我們不會轉身離開 在網路上說對啦 你不會轉身離開 但是你會轉頭巨打 根本就是完全不打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為什麼會引起這樣軒然大波 剛才藍軒提到現在正在熱播的人選之人 其實賴清德 蔡英文都曾經特別推崇這個劇情 結果我們發現說這個人選之人原來是民進黨的一個紀錄片 這樣子活生生真實的在上演在民進黨的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過去一直標榜自己是保護父權的 捍衛父權 他們裡面有多少所謂的人權的律師 父權的立委 所以像今天很多人就是去呼叫范雲 還有很多女性連邊 林初音 大家呼叫說 你們趕快出來講講話吧 那你一方面在說捍衛父權 但是在真實發生 這個你的員工裡面受到這樣性騷的時候 你看那個被害者整個對話 因為剛剛主持人也有把他的大字的重點標出來 你會發現原來一個婦女部的主任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這樣的冷漠無情 而且事實上他在很多的講話裡面 事實上是希望你息事寧人 他別想說如果你鬧大的話 那大家婦女部就這麼幾個人 大家都知道是誰受到這個騷擾 或者說到時候如果真的啟動調查 我會比現在更冷漠無情 因為我要變得很公正 你給我證據 什麼樣的證據 然後還有那句名言 你可不可以跳車 你為什麼不跳車 他說在高速公路路上 我請問我怎麼跳車 好 這個婦女部叫做許家田 如果你去看她的維基百科 她還說她是長期關心捍衛富幼權力的政治人物 這不是很荒謬嗎 所以就說跟你所標榜的 跟你實際所做的事實上是完全的不同 那因為今天正好扯到 就是林非凡你正好是督導婦女部 林非凡今天出來她致歉 可是問題林分凡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許家田因為現在是黨職 所以她現在是被停職調查中 那林非凡她現在沒有黨職 因為賴清德來當主席之後 那他們就換人了 她現在沒有黨職 可是問題你是不是應該接受調查 因為她自己親自承認 她知道這件事情 而知道這件事的狀況之下 連先天的這個信平部的主任都承認說 並沒有啟動調查 你們明明知道 從婦女部主任到副秘書長 都知道有這個申訴案 而且你們也都知道整個的這個 她的狀況 既然你們完全沒有啟動調查 而且她推到什麼時候 她說因為我們尊重當事人 當事人沒有申訴 你違法 按照相關的法律 你即便只要有人在做口頭申訴 你們就應該做下記錄 請問你有記錄嗎 所以我知道今天大概中午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就立刻發文了 讓你們說明 其實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沒有啟動調查 沒有任何的一個調查報告 我認為台北市勞動局 應該去重罰民進黨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如果今天民進黨都可以這樣獲悉你 那你要告訴多少職場這些受害婦女 有多少這種受害婦女 就是忍氣吞聲 都不敢講 你們要做什麼樣的示範呢